心动的信号5和心动的信号3的嘉宾近日来了一场大的梦幻联动 此次联动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心动的信号5里的薛哲阳近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了分享了几张照片 照片上心动3和心动5的部分嘉宾出镜 除了金家月心动5里的8位嘉宾都到场了 从薛哲阳口中我们得知金家月忙着主持某个比赛 抽不开身所以就缺席了 而除了她们8位以外还有两位女生是心动3里的嘉宾 一位是姚沐熙一位是钟佩妍 她们都是节目播出期间被受网友喜欢的女嘉宾 总的来看这主要是心动的信号5嘉宾的线下聚会 姚沐熙和钟佩妍能够出席 说明她们之间有共同的朋友 总之从现场的合照来看 气氛很不错大家的关系很好 即使节目结束这么久了看到她们同坑我们还是会 有她们在小屋里互动的感觉 其实网上对于她们私底下的关系众说纷纭 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她们的关系 该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 她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在这次联动中有两对情侣的出镜让我们眼前一样 分别是语言CP张根源和李念双语 6万CP李婉茜和郭浩然 这两对可是实打实的真情侣 并不是徒有其名的合约CP 从新更5结束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她们的感情依旧稳定 6万CP如今的甜蜜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合照时郭浩然自然地挽着李婉茜 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她们有多幸福 李念双语和张根源也出镜了 她俩此次合体力破前不久的分手传闻 小情侣之间无有吵架再正常不过了 及时沟通和处理了就行 她俩的人气很高 关注她们的感情走向的人很多 稍有风吹草动分手的传闻就会不浅自来 人气是一把双刃剑便是如此了 但是就目前来看 不管是预言CP还是6万CP 她们的感情都挺稳定 都是奔着好结果而去的 完全不用我们太操心 除了她们以外剩下几位嘉宾的关系令人遐想 之前节目播出时备受观众喜欢的 雪球CP薛哲阳和王秋义也在 但是她俩目前只是朋友 如果有人还想继续磕薛哲阳和王秋义 显然只能无功而返 他们早就没有这方面的可能了 反倒是薛哲阳和心动三的钟佩妍 我们可以磕一磕 从这段时间薛哲阳和其他恋宗嘉宾的分享来看 我们发现薛哲阳和钟佩妍私底下经常一起玩 他俩的合照也多次被网友跨班配有夫妻像等等 但是钟佩妍之前回应过 让大家不要造他和薛老师的谣 称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 话虽如此 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不管他俩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还是有往男女朋友发展的打算 大家一定不会排斥磕他俩 除了他俩以外 坐在一起的孙星和姚沐熙也被夸赞很般配 甚至也有观众发出疑问 他们是不是在谈男女朋友 拿出放大镜找嘉宾们联动时的 蛛丝马迹早已成为了不少恋宗迷的乐趣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大家绝不会放过磕每一对CP的机会的